而在另一方面 首相拿杜斯利安华表示 这起事件牵连甚广 对穆斯林而言相当严重 他促进有关当局 包括警方和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尽快采取对应行动 并早日提交报告 安华今天在雪兰儿 一座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后强调 执法单位需要调查 涉及的儿童之家是否有滥权 滥用宗教名义以及虐待儿童 尤其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在调查和教育方面 具有一定的权利 应该给予适当的意见 另一方面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杜斯利阿沙利纳指出 已经联系法律援助局主任 并指示他们协助受害的儿童 以及家属 以便为儿童提供法律陪护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